8月7号欢迎你收看百个大时机 我是景龙 巫统部城区部主席东郭安南表示 随着物价和生活成本的上涨 希望公务员的薪水和津贴获得增加 在他看来 加薪也可以控制公务员的贪污现象 东郭安南指出 旧的薪金机制已经很久没有改进 最后一次给联邦公务员加薪 已经是15年前的事 他也说 该区部认真对待这场战争 全力支持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 以维护公务员的利益 如果真的举办情愿行动 他们也同意和民事职总一统参与 而早前 该会曾经向政府提出三大诉求 包括了提高公务员最低薪金到1800令吉 落实公务员长年加薪 以及设立保障公务员退休福利的退休制度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报告 揭露滨海战斗舰LCS项目 采购违规行为 但是呢 前副首相阿姆扎西确实声称和他无关 因为他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出任国防部长 而LCS项目则是在2002年颁布的 对此 国防部的前副部长刘震东 反击扎西随口乱讲 强调LCS最关键的决定是2011年7月 在海军不知情 知情后表示反对的情况之下更换系统 而阿姆扎西就是当时候的国防部长 纳吉则是首相和财政部长 刘震东也列出过去30年防长名单 其中 纳吉阿姆扎西和西山穆丁 一共当了超过20年的防长 因此他认为 这三个人都得对LCS项目承担起责任 而且对于马来西亚国防的政治责任也最大 对于LCS丑闻 伊党的青年团团长兼公政会成员之一的阿姆法德里 催促伊斯麦政府将相关的投机者控上法庭 并且要伊斯麦沙比利在国会解散之前雄起 阿姆法德里强调 超过60亿人民钱财付诸东流 表愚弄人民说 反贪会没有资料 他还打拍票说 现任首相没有事迹其中 沙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强调 沙州政府将保护和照顾非穆斯林 从而实现团结和包容 而援助非穆斯林的管道 就包括了沙总理署其他宗教单位 阿邦佐哈里相信 沙拉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 在宗教发展方面的团结友爱 将产生一个对彼此友好 而且免于偏见的社会 另外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在大马一家愿景沙拉越活动闭幕旅上 致辞的时候指出 在阿邦佐的领导之下 相信沙拉越能够实现2030年先进州的目标 伊斯麦也透露 联邦政府在第12大马计划之下 指资40亿9千万令吉改善杀越的网络设施 确保网络覆盖率遍布全杀各个角落 未来不会再有学生或者是民众 必须爬树或者是在山上扎营 苦寻网络讯号 冠冰疫情还没有平息之际 中国出现新的 可感染人类的动物原性病毒 而且可诱发致死性疾病 名为狼牙病毒 根据医疗期刊NEJM的报道 学者是在山东河南一带发现狼牙病毒 目前在当地已经发现35名急性感染患者 其中26名感染者都出现发烧症状 并且有一半以上的人出现了疲劳 咳嗽厌食的情况 还有30%到40%的人有肌肉酸痛 头痛恶心和呕吐症状 另外有8%出现肾功能受损 在针对25种动物检验当中 趋经的血清阳性比例最高 推测是蓝牙病毒的天然宿主 在传出首相不愿意履行副首相协议 国门可能退出政府的消息之后 土团党的副总裁卢纳间谍强调 国门将继续支持首相 直到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另外武统的通讯及东媒体部长安努亚也说 在各种消息传出来之后 国门还是政府重要的一部分 而关于国门要撤回对政府支持的课题 并不存在 不过外界难免对于伊斯麦政府 会不会迎来副首相是感到好奇的 站对富贵一职 马来士Post和当今大马都报道说 土团党消息人士透露 贸工部高级部长阿兹敏阿里 是土团党所提名的唯一人选 而在7月13号 行动党压壁区国会员陈宏谦 做客摆给大家讲的时候则是认为 比较能够脱颖而出的是 内政部长韩沙赛努丁 而阿兹敏不是黑马 因为他不会对伊斯麦沙比利加分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